看到这个是快走可以防止过劳死 接下来告诉您这个也蛮有趣的 这个是泡汤可以防止高血压 泡在滚滚滚个不停的温水里 全身放松真是一大享受 现在还有研究发现 光是泡温水就可以降血压 尤其是水温控制在38度最完美 血压的话 基本上在38度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温度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肌肉也放松了 我们的静脉也去脏了 血压会掉下来 这可是德国人维持了超过百年的养生妙招 而国内研究发现 有高血压病时的糖尿病患者 每周三次每次20分钟的温水浸泡 血压值都能够保持在正常范围 要是再配合简单的有氧运动 还有助于控制血糖 不过医师提醒水温过高 小心有缩客的风险 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有动漫硬化的人 44度的水是绝对不能尝试的 因为你假如是泡全身的话 那你在五分钟之后 动脉静脉就吻合了 就是动脉静脉就直接就这样疏通 所以你的血压 你的血压马上会掉到很低 会休克死亡的 除了注意水温 泡汤地点的通风 以及有慢性疾病患者身边 一定要有人陪伴 更多的资讯请参考台式网站 继续要入相三台北采访报道